大家好,你们可以一起帮大家感激进去的魔术爱好者 现在我正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哈里瑞德机场 刚参加完了拉斯维加斯的Magic Line魔术大会 现在准备飞回上海了 现在坐在我旁边的是魔术师朱明珠老师 来打个招呼 哈喽 哈喽 又看到朱老师了 朱明珠老师的介绍 我在之前视频里已经介绍过很多遍了 他是2022年加拿大魁北克城Fism的一般部三等奖 以及最佳发明奖之一 这个最佳发明奖真的很了不得 中国不仅有中国制造还有中国创造 这点我说了很多遍了 但话又说回来 最佳发明奖这个奖真的非常厉害 从申请步骤到表演过程 到最后的评选过程都是挺独特的一个 和其他表演类的奖项 表演类的一二三的奖是不一样的 刚才朱老师已经告诉我的申请和评选步骤了 那么现在我把它科普给你 如果有一位入围Fism的魔术师 他的魔术表演流程里有一个或多个表演者 自己设计创作的道具 他看着很牛 能表演出很不错 并且很新奇的效果 并且这个道具本身和现成道具不雷同 那么这位Fism参赛选手 就可以试着搏一把最佳发明奖了 现在每件Fism最佳发明奖不限数量 所以有原创发明的魔术师 不妨申请试试 申请方法也不难 魔术师成功入围Fism参赛资格了以后 他是要填写Fism报名申请表的 报名表里除了写自己个人身份 以及比赛类别以外 还有一个最佳发明奖申请的框 用来打勾 打完勾交上去 申请最佳发明奖的第一步就完成了 然后就要等着邮件的进一步沟通 报名表交上去后过几天 Fism评委团就会给参赛者邮件 要求参赛者上传自己参赛表演流程的完整视频 这很正常 其他参赛者也是要给表演视频的 但最佳发明奖申请人除了给视频外 还要再给一段视频或文字 讲述自己表演流程里的哪一个或哪几个东西 是用来申请最佳发明奖的 并且需要介绍这些发明背后的结构和秘密 毕竟最佳发明奖比的不只是表演效果 而是这个发明的东西本身 介绍道具时不用害怕 评委各个都是一等一的魔术大师 人品大可放心 绝对不会把这些发明原理泄露出去 另外选手还需要回复自己 为什么要申请最佳发明奖 相当于写一个书面申请书 英文的 这些内容写完 邮件发给评委团 评委确认收到后 参赛选手就能继续好好练习这个表演流程 准备参赛了 到了比赛的时候 这位申请最佳发明奖的选手表演完毕 谢幕以后 需要在后台的选手准备区域等评委进一步通知 评委可能会通知选手进办公室 也可能会直接进入后台选手准备区域 像2022年就是评委直接来准备区域的 全体评委来了这里后 这个区域马上就被拦起来 外人看不到里面的秘密 这个秘密区域里面 只会有评委以及选手团队的人 这次评委就会根据之前邮件写的道具介绍 现场一个一个再审视一下这些道具 选手当然也在一旁配合着操作示范 现场审核完毕后 这个最佳发明奖的停选步骤就结束啦 选手可以放松一下 该吃吃该喝喝 进后颁奖典礼时通知自己获没获奖就行了 注意是静后通知自己获没获奖 不是静后自己获奖 最佳发明奖不是申请了就会有奖的 要获奖还是要评委任何你的发明 并且打高分才行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学问 如果有入围Fism的参赛选手 他的本意就是想博一把最佳发明奖 其他一二三等奖他不在乎 不拿也罢 那他会怎么做呢 答案是他会编排一个 演起来也就那么回事的魔术 这魔术看起来可能和普通商业魔术 没两样 本意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发明创造 这种表演流程 不知道他在申请最佳发明奖的观众 肯定看不出来 反而会觉得这魔术怎么演的那么随便 但评委肯定是理解的 典型的选手就是2018年 韩国釜山Fism的美国参赛选手 克里斯·兰道 他演完后很多中国网友在网上吐槽 说克里斯也是大师了 怎么Fism流程演的这么容易 很简单因为他是纯粹盯着最佳发明奖的参赛者 事实上这类选手有很多 他们申请了最佳发明奖后 在舞台上的表演就纯粹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发明 一二三等奖根本不想拿 那么魔术表演看着随便也是很正常的事了 朱明朱老师是既注重表演 也注重道具本身的人 最后获得了一班部三等奖 以及最佳发明奖 到手两个奖项可喜可贺 在既获得表演奖项又获得最佳发明奖的选手里 我最佩服的还是2003年荷兰海牙Fism的杰森拉蒂玛 他获得了微型部一等奖 同时是那些Fism竞警总冠军 顺便获得了最佳发明奖 参加一次比赛到手三个奖项 那是真心厉害 好了 这就是关于Fism最佳发明奖申请的介绍 没准会对你有用 谢谢大家